哈囉 我是陳寧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寧官 歡迎我們中期觀眾跟粉絲報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行政院到底那個 會不會改組現在拖拖拖 綠營慘敗一個多月之後 整個政情還在施寫 內閣改組當中 到底會不會進行世代的交替 事實上也引發民黨內部 不同派系的卡位戰 而且民黨年輕的世代 到底會不會接班 也是一個觀察的重點 英賴共治的時代來臨的同時 另外一方面 賴清德現在向黨員報告的同時 他說違反黨紀要重研處理 但是同一時間 事實上在整個網路 跟輿論的議題當中 論文們跟新竹球場們 還在連環報 還在施寫 民進黨內部的選情戰犯 到底是誰 現在各式各樣的雜音都冒出來 但是民進黨跌倒 國民黨真的能夠吃到飽嗎 現在做總統大夢的人越來越多 而總統大夢當中 其中特別聲音大的 都是紅統派 紅統派真的禁得起 台灣的總統大選的檢驗嗎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梁文傑 大家好 再來是尚義夫 大家好 再來是最近被點名是戰犯的高嘉瑜 大家好 再來是康仁俊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再來是李正浩 好 創夏這個會期即將要結束 那民黨內部 這個很多雜音跟角力 不過呢 蘇貞昌的內閣 到底是不是改組 直接牽動整個今年的總統大戰 明天就是總預算要審查 也就是蘇貞昌到底要不要下台 已經進入了真正的倒數計時的時刻 可是在這個倒數計時的時刻裡面 民進黨的內部的氣氛 又開始很混亂了 混亂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蔡英文是不是又開始她想想的習慣 繼續想一想 再想一想再拖一拖 所以呢 本來今天上午應該是蘇貞昌內閣 最後一次行政院會 但是會不會想一想之後 下個禮拜或過一段時間 才會是最後一次行政院會 又有一些分雜了 所以這種分雜裡面就看到 很多保舒的立委又跳出來了 又積極的去講說 蘇貞昌在穩定政局的貢獻 但是另外要倒數的呢 就是要開創新極的期待 又開始在交鋒了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就變成是蔡英文那種想一想 尤其是碰到人事的時候 最喜歡拖的個性又出現了 蔡英文不只對於人事 這個成天想一想 他兵役問題也想了快要一年 對 而且 那蔡英文很有可能一路想 蘇貞昌下不下台 想到明年被政權輪替嗎 那個就是賴清德的痛苦了嘛 對 但是你要看到 蔡英文就是這種個性嘛 最後兵役決定之後 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 艱難決定之後還要放一張照片 他蹲在椅子那個地上 然後在那邊思考 這就是蔡英文 那這種蔡英文會造成 現在民進黨上中下三層 開始有不同的紛擾 第一個當然就是蘇貞昌換不換 那蘇貞昌換不換之後 那誰來接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陳建仁嘛 可是陳建仁呢 你看他也很特別 陳建仁呢 今天在自由時報那邊 自由時報通常是比較能夠 覺得是比較掌握上層訊息的媒體 陳建仁的說法是說11月底以後 沒有跟蔡英文見面了 他是學者 他是喜歡研究 現在不要談那個接隔魁的意願 但是這裡面其實有伏筆 沒有見面不代表沒有聯絡 那沒有聯絡 那有沒有通電話 有沒有其他人從居中聯絡 或是談一談 這個東西是一件事 第二個現在不談意願 但是交給你這個任務 你接不接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狀況 不過這個東西就看 蘇貞昌還要撐多久 然後因為蔡英文至少 在禮拜三的時候 面對面會談的時候 這一次沒有強烈未留 也沒有當場是像1.126 當天晚上一句話說 好你不用我就留了 都沒有 而且才發表四點聲裡面 第二點感謝 我們通常看到一個 總統講感謝的時候 就是說好吧 你可以休息了 只是什麼時間點 蔡英文想想要想多久 這個會亂多久 就變成是一個複雜的 這是最上層的 那忠誠就更特別了 因為這個內閣改組之後 換掉的話 大家講說 所謂的民進黨四大公子 會怎麼去放呢 但是怎麼去放裡面 其實最核心的人物 就是行政院副院長了 因為行政院副院長呢 這個位置呢 在長期台灣的政治結構裡面 如果院長非常強勢 如果院長是非常的積極認識的 副院長就是練毛筆 所以毛筆可以寫得很好 但是如果院長是一個擺在那邊的人形日白 只有一個聖光 哇 這個副院長恐怕就會是 既蔣經國 徐立德之外 台灣最有權勢的行政院副院長了 所以很多的時候 先前很多媒體講說 鄭文燦 很可能是 但是呢 林佳龍 他也可能有意願 所以現在就變成是 鄭文燦還有林佳龍這個政國會 這政國會裡面 到底誰 現在你就看到各種的放話出來 這種爭吵出來 所以鄭文燦和林佳龍 其實當然以蔡英文的特性 蔡英文的習慣 當然是鄭文燦黨主席也沒了 然後因為論文的關係 院長也沒了 當個副院長 如果又是將來一個 可以比照蔣經國和徐立德 其實是實質的行政院運作的一個操盤人 對鄭文燦來講 可能是他的意願比較高 可是慶到總統府裡面去 如果是國安會秘書長 那還有能夠給自己有一個更大的空間 不然的話 總統府秘書長就是打砸的 就是跑腿的 林佳龍看起來沒意願 鄭文燦過去也沒有意願 所以現在 鄭國會和鄭文燦之間 怎麼去爭奪又是一個狀況 那接下來呢 林佑昌大概是大家知道 他願意入閣 交通部長是比較明確的 但是潘洪曼又被點名是內政部長 因為徐國勇走了嘛 但是內政部長他願不願意接 如果現在還是蘇貞昌 他大概是不願意接 但是另外一個是內政部長 但是他呢也要想要去當賴清德的進辦主任 所以這個情況又變得更複雜一點 所以他會被接 接了以後他的論文會不會再拿出來 陳明通會不會再講說是冤案 又變成是新的故事 可是後面呢 民進黨真正最大的風暴是什麼 從1126到現在40幾天了 民進黨的檢討報告 這我們參加檢討報告 虛應故事 那民進黨內部裡面的情緒是很高的 那很高的時候怨氣是很強的 而怨氣是一種能量 能量一定要有出口 而這個出口呢 他們又不能去沖蔡英文 又不能去沖賴清德 也不能去沖書真倉 怎麼辦呢 找到兩個宣洩口 就是在那邊的高嘉瑜 就是王世堅 王世堅跟高嘉瑜是影響1126 敗選最大的戰犯 對 是的 所以他們叫宣洩口 而且那一段時間 在1126曾經沉疾一段時間的側翼 和1450 他們也悶很久了 所以他們就開始帶動 高嘉瑜和王世堅 你們就是整個缺口 就是你們害得民進黨這麼倒楣 然後一帶了氛圍之後 沒想到現在民進黨 是因為現在整個黨中央 根本沒人在做事 也沒人在主導 沒有人在主導議題 沒有人在主控方向 所以真的呢 有包含一些節目 都把這個力量 往他們兩個身上衝了 那這個衝的方法 到底他們兩個人 有這麼大的影響能力嗎 說實話 沒有 但是他們真的是 黃仲現在給你列戰犯排名 反正你也不是民進黨黨員 你認為誰的影響力照權重排名 前五名有誰 第一名當然是蔡英文 OK 他是總統 他是黨主席 那我跟你有共識 好沒問題 第一名過關 第二名你覺得是誰 第二名呢 其實陳時中和蘇貞昌 不一定 好 因為其實陳時中是很直接的 在防疫的期間 陳時中真正的爭議是疫苗政策 不是邊境管制 邊境管制台灣人的配合度很高 可是他的疫苗政策跟執行效率 跟中間的過程 引發這個社會質疑 那一個是讓很多人感同身受 所以在選舉的時候 就會爆發在他身上 所以他的仇恨值 從來也沒有說 這麼一個高的仇恨值 但是他也離開了衛福部 台灣的疫情也過了 所以他那個東西 是不是還就這麼重 不一定 但是先前的時候呢 整個在2019年的時候 蘇貞昌上來的時候 幫蔡英文扛起這個行政院 查查為名的性格 其實他的聲望還是不錯的 但是後面呢 當整個開始 對於這一期這段時間裡面 指揮中心 好像真的像是一個 軍事的指揮部的時候 大家的怨氣 開始看到薛瑞源 開始看到整個指揮中心 王碧勝 然後後面 為什麼會這麼恰恰恰 為什麼這麼凶 開始從蘇貞昌 開始你帶出來這個內閣 權力的傲慢 就集中到這邊 所以下來的話 你會看到蘇貞昌就是在敗選之後 那種又不願意退 又恰牙牙個性 不斷的往上衝 越衝越高 好 所以你黃創下的排名 這個要為敗選負第一責任的人 叫做蔡英文 我跟你有共識 再來呢 二三名在你的心中呢 蘇貞昌跟陳時中都有責任 都有權重 來第四第五你會排誰 第四當然就是林志堅了 OK 那我跟你也有共識 當然是林志堅嘛 林志堅的一個狀況 然後這個情況 當然是林志堅 而且林志堅後續的狀況 還繼續發生 為什麼呢 青年改革愛鄉土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 民進黨崛起的時候 一直給人家一個保證 綠色執政 品質保證 所以林志堅還不是只有 他的論文的問題 跟台大對干的問題 還有的部分是 現在新竹棒球場 那個太扯了 那個品質保證 你還自己自傲說你在監工 那這個東西其實傷的 其實不只是新竹市棒球場 而是長期以來 連民進黨支持者認為 綠色執政一定可以品質保證 現在保證裡面有磚頭 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傷到的是民進黨的整個基礎 至於第五名呢 其實那就是那些部長或什麼 但是最近有一個人呢 可能是快速的竄起來 那個人叫做陳明通 陳明通不是講說在國會裡面呢 陳部長不講陳教授的事嗎 他是竟然會狂走狂飆 竟然他是點名 說實的一定是冤愛 所以現在陳明通 在快速的崛起 奪下第五名的地位 好 那所以黃創下 在你心中 那摸著良心的排名 前五名喔 事實上遠遠還輪不到王世堅 輪不到高嘉瑜嘛 對啊 好 那但是呢 鐵律支持者 現在要抓戰犯 那他們當中呢 對於前五名的聲音喔 是很小的 可是這幾天呢 對於要直接開除王世堅 跟高嘉瑜的聲音是越來越大 因為他們的情況是 剛剛就講的 他們其實對於民進黨 敗成這個樣子 尤其是敗給那麼糟糕的國民黨 心中的那股氣 實在是無從宣洩 那無從宣洩之下 如果國民黨真的像樣 那就任賭服輸嘛 對 但是國民黨其實更不像樣嘛 對 那更不像樣之後 甚至於現在的時候 等到明年五月二十號的時候 搞不好每個人呢 以後碰到事情 只要講好好就做事 然後就可以當總統 就可以當部長 他們其實心中是焦慮的 對 可是這焦慮裡面呢 蔡依文不能打 然後蘇貞昌那麼兇 然後陳明通這麼狠 然後林志堅呢 那一些側意又在挺他 那麼爛 再補充 怕大家沒聽清楚 那麼爛 可是那麼多人在挺他 那怎麼辦呢 所以要找個宣洩口 然後剛好呢 其實高嘉瑜和王世堅 有些話是過頭了一點 然後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同黨政治人物 有些話好像不需要在外面 講到這麼白 不是不能講 講到這麼白 可是對他們來講 這個叫做政治不正確 OK 那政治不正確 當然叫殺 那殺的原因是說 他們真的認為 他們兩個最不可設嗎 其實也沒有 但是現在累積了46天 敗選之後的情緒 他們兩個就變成是閘門 開始是土石流 就往他們兩個身上 好 所以黃創下 你跟我既不是民進黨的成員 也不是國民黨的成員 所以你跟我呢 要就是論事認為 誰對於議題 政治選票的傷害大呢 你跟我呢 可以沒有包袱 沒有利益的算這一筆帳 但是呢 民進黨的某些人 他事實上就不能講這些話 他講這些話就是不忠 政治不正確 那不忠於黨國 之外搞不好還有一些財經利益嘛 對不對 那我請教一下鄭浩 你怎麼觀察 民黨現在喔 事實上呢 慘敗過後一個多月 然後呢 對於到底要不要內閣改組 派系也有角力 那表面上呢 民進黨黨中央定於一尊叫做賴清德 可是現在呢 府院的權力跟利益跟結構 仍然很複雜 對 其實就政黨的觀點來說 不會找戰犯 因為政黨戰犯是過去 這個錯誤是誰造成的 政黨會找什麼 下一個戰役的包袱是什麼 或下一個戰役的地雷是什麼 好那第一件事 當然了 蘇貞昌當然就是下一個戰役的 這個包袱或地雷 或戰犯 隨便你們怎麼講 因為我承認 現在社會上瀰漫了一股 沒有什麼邏輯的氛圍 就是蘇貞昌不下台 等於民進黨沒反省 好他瀰漫了這種氛圍 那我也承認這個氛圍 等一下這個氛圍沒有 沒邏輯喔 蘇貞昌第一時間 敗選就應該有責任政治 下台才主 但是蘇貞昌有邏輯喔 他不會因為拖一個多月 邏輯就突然轉彎喔 蘇貞昌也可以說他大策大悟啊 他改變啊 這個這個這個 蔡惠 但是anyway 社會有這個期待 民進黨不做 就會被大家認為民進黨沒有反省嗎 所以現在大家在談 我們談好久談一個多月 蘇貞昌不是會不會下台的問題 是應不應該下台的問題嗎 那對於來說 我們談了一個多月後 現在終於看到一些跡象 可能要下台了 譬如說鄭文燦持足協理事長 鄭文燦如果要接副院長的話 接蘇貞昌的副院長 我是鄭文燦 我寧願去當足協副理事 當足協理事長啊 為什麼 我當蘇貞昌副院長 院長還是蘇貞昌啊 人事還是蘇貞昌決定啊 大的事情還是蘇貞昌拍板啊 然後很鳥的 那我賽事就迫事就我鄭文燦去 我是鄭文燦 我寧願去當足協理事長嘛 他持足協理事長 不知道要接院長或副院長 可能那個院長一定不是蘇貞昌嘛 一定是一個他可以談 或說可以具有行政院某種程度 主控權的副院長嘛 這是很合理的 所以大家看蘇貞昌一持足協理事長就知道 蘇貞昌可能要下台了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總統府講說蘇貞昌都是有定案跟大家報告 對不對都用這句話嘛 那什麼叫有定案要跟大家報告去嘛 這現在沒定案 那現在定案是什麼 蘇貞昌是院長嗎 因為現在的現況是蘇貞昌是院長 有定案跟大家報告去說 這有可能會變動嘛 變動之後我給你報告嘛 這叫做有定案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猜說到底蘇貞昌會不會下台嘛 所以大家再猜來猜去猜一猜去 當然了昨天跟前天這個氛圍是越來越濃 那今天感覺有點淡下來 但無論如何嘛 對於我們來看這些事情 很簡單嘛 蘇貞昌不下台就繼續被罵 蘇貞昌不下台就繼續被提款 蘇貞昌不下台 民進黨所有的檢討跟改革 民意會認為你沒有做嘛 就那麼簡單嘛 所以靜觀欺騙 明天可能就會有結果嘛 這是在我們錄影的前幾分鐘 還有新聞說 蘇貞昌已經遞辰了嘛 反正風向很變 但是站在我的角度 我是有點惋惜的 希望蘇貞昌不要下台 為什麼 這不然大家沒什麼話題啊 我們政治冷了那麼久 對不對 沒有蘇貞昌的政壇 多無趣 好不容易記韓國瑜之後 我們又找到一個 大家可以樂意的話題 所以我的立場是不希望 蘇貞昌下台 蘇貞昌多留幾天 好 作為局勢滔滔的幸福之地的 納稅義務人李正浩 你非常期待蘇貞昌 繼續在舞台上面陪你玩 我鎖的稅腳不少耶 所以我是蠻期待蘇貞昌留下來的啊對不對 蘇貞昌留下來的話大家說OK 可是問題是民進黨要繼續思考嘛 我讀台裡已經不是戰犯了喔 找戰犯有點幼稚說啊 這你的鍋他那鍋他 可是問題是 我就講2024民進黨三大包袱 一個是蘇貞昌以及齊內閣嘛 OK 齊內閣就包含陳明通啊 薛瑞園啊花季群等等喔 第一大包袱 這個包袱或這個地雷 民進黨要不要拆這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第二個包袱是誰 邱莉莉跟林志堅嘛 對 第二個包袱是邱莉莉 第三個林志堅嘛 我們往往前看嘛 對對對 我們不要往回看嘛 往前看邱莉莉 邱莉莉怎麼處理 邱莉莉麻煩是 就算民進黨開除她 她還是議長喔 這沒有什麼停止的問題喔 就是民進黨就算開除了邱莉莉 她還是法定的議長 除非邱莉莉被抓起來了 抓去坐牢 這個議長位置才會空下來 所以這是第二個包袱嘛 第三個包袱是林志堅嘛 我們講很多次 林志堅的新竹棒球場 就如同林志堅的論文一樣 潑出去的水回不來了嘛 埋下去的廢土挖不出來了嘛 寫過的論文改不了了嘛 這沒辦法回頭通過危機處理來處理嘛 林志堅的論文為什麼難處理 因為他寫了 寫完之後你沒辦法再改 他就公佈了 公佈之後就交往台大來認定 那也不是我說算 也不是你說是台大說算嘛 那當台大拍板是抄襲之後 當然我支持林志堅用法律來捍衛他清白 可是社會上就像蔡依宇講的嘛 社會上對於民進黨的信任度 跟台大信任度一個是天一個是地嘛 好這是廢土挖也是嘛 假設有假設沒有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 可是如果真的埋進去的話 未來剛好一個月挖一個磚塊出來 一個月挖一台電線出來的話 甚至還挖出爐渣破麻布之的話 那你怎麼辦 這也搞不定 所以這炸彈是第二個炸彈 那樣丘利利嘛 所以這張搞不定 可是有趣的是現在民進黨 全部都在出征高家瑜跟王世堅嘛 所以出征高家瑜跟王世堅 當然可以解這個心頭之恨 因為這兩個人在民進黨傷口上撒鹽嘛對不對 拼命撒拼命撒嘛 那當然出征是出征是他們的事情 可是他們出征理由是什麼 他說你身為民進黨的黨員 就不能享有百分之百言論自由 某種程度我可以解釋這個論調啊 我就是越想要享有百分之百言論自由 被開除嘛對不對 你被開除是哪一年 2019年啊 我罵韓國瑜 那個時候你是對於韓國瑜跟韓流事實上有質疑嘛 對啊 我認為韓國瑜不該落跑嘛 那我現在享有百分之百言論自由啊 爽得很嘛 要罵藍就罵藍 罵藍 罵綠就罵綠嘛 沒有 你不只言論自由過關 你的自立測驗也是高標啊 對 可是我有後遺症啊 我會落選啊 對不對 可是自立測驗高標的人可能要丟掉黨政這樣 對 我有後遺症 我選舉會落選啊 沒有基本盤啊 所以我還是勸一下這個高嘉瑜跟王世健 言論自由成可貴 但是代價更高 要有代價才會有言論自由 這很合理啊 哪有又有言論自由 又不用付出代價對不對 小提我代價落選兩次 言論自由 是很貴的 但是坦白講 你去罵高嘉瑜跟王世健 不會把你的票變多嘛 對不對 而且某種程度高嘉瑜跟王世健 在幫民進黨清毒瘤 或是說幫賴清德少障礙 這是有很崇高的政治的理想的 這是有很崇高的政治目的的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三個包袱 都是賴清德要買單的賬單 對 賴清德本人可能沒有那麼多資本 天價的空白賬單一個一個來 然後你認為王世健跟高嘉瑜 萬一賴清德要一路買單的時候 買的賬單金的合理一點 對 然後要有正當性啊 你要處理邱莉莉 要處理林志健的時候 那個社會氛圍要先有啊 黨內的氣氛要先到啊 那就需要有人去做這些事情啊 所以某種程度我認為高嘉瑜跟王世健 也是在幫賴清德或民進黨執政 在鋪路或是清除在 也有這一點味道啦 所以說我覺得啊 大家這個七七八八 過去就算了 但是賴清德這禮拜天就要上任了 對 這禮拜天上任的時候 我在講就很現實的問題嘛 賴清德這個黨主席不是過度黨主席 他是要直指2024的黨主席嘛 要選上總統黨主席嘛 那2024的三個包袱 或是三個攔路虎 或是三個大障礙 蘇貞昌那個邱莉莉 就是台南的議長 還有所謂林志堅 這三個要搬開 才有可能走過去嘛 那賴清德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意志 或是有沒有這樣的概念 這兩件事喔 有的是有概念沒意志喔 有的是有意志沒概念喔 賴清德是要有概念要有意志 因為處理這三個東西 要非常非常痛苦的政治抉擇 才有辦法把它處理完喔 譬如要跟林志堅切割 我認為這對民進黨來說很困難的事情喔 哪有很難 很難啊 你等一下問一下 我跟林志堅切就很簡單啊 問一下那個文杰議員啊 我覺得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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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又有概念又有意志的話 2024賴清德路才走的順走的長啊 好那我請教一下戰犯高嘉宇 你怎麼回應這幾天呢 這個各式各樣要開除你的黨籍的意見跟聲音 其實我這幾天心情確實也是蠻難過 因為我覺得個人造業個人單 那我難過的是看到我們賴副總統 他現在要參選黨主席 然後全台灣各地的座談會 烽火遍地全部都是在罵我 當然我覺得這個 上莊五件意在佩公啦 一方面罵我 一方面也讓我們賴副總統非常的為難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是不希望造成其他人的負擔 所以你要自己退出黨籍嗎 沒有我會自己檢討啦 我會自己檢討 包括王世堅大哥也是 就是說每次我好像有什麼 然後大家就去問王世堅 然後去問其他人 或去問蔡易渝 那我覺得他們都對我很好啦 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還逆風幫我講話 自己也會受傷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然黨內會有這樣的情緒 我也可以理解 就是說在民進黨大敗之後 風雨飄渺 總是大家需要有一個 出氣的管道嘛 那又不能罵自己人 不能討厭民進黨 只能討厭高嘉瑜 所以我覺得 如果能夠承擔我就承擔啊 就是說如果大家要討厭我 大家要罵我 讓大家罵一下 反正這個 有檢討有進步嘛 有罵有進步有成長 但是某種程度支持我們的人 我最近這幾天 我早上九點多去市場 一個市場發春天 我都發四五個小時 從頭走到尾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要跟我聊天啊 每一攤的人都要跟我聊天 因為我們又要聊天又要唱歌 真的都騷擇 為什麼 那很多 這個阿姨啊 大姐都跑過來 就是抱我啊 然後就覺得他們很難過說 看電視看到都要哭了 因為 某個電視台一個禮拜 罵我八天 從早上中午晚上到宵夜 全部都在罵我 他們看了說 把版面都拿來罵妳的話 會沒有版面罵高峰安喔 對就是都主要是在罵我 那主要是罵我 我是不知道就是說 是不是很多人在看啊 因為聽說好像是就是 收視率是不是不錯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罵我就是成為一個主流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支持者看了也會難過 就是說我們還是有很多疼惜 我們疼惜民進黨的人 意見是跟那些罵我的人不一樣 他們也認為說啊 民進黨還是要有像我 或王世堅這樣子的人 喔等等 那我覺得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或意見 但是我覺得我 以上都是對事不對人 我在講很多的事情的時候 可能我的看法 例如說稅收操徵這個議題 可能比較學術或是比較理論 那跟大家情感上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我們可以接受 互相的討論不一樣的看法 但我覺得我都是對事不對人 我沒有去針對任何人做人身攻擊 但是很多人是在對人做人身攻擊 針對我個人或針對王世堅大哥個人 我覺得大家可以就是論事的理性討論事情 但不要限於是政治鬥爭 或者是這種為了派系的利益等等 然後去做一些黨內的一種 這種互相的內鬥 那這種才是最可惡的 那我們都從來沒有想要攻擊任何人 民進黨從政的同志 對我來講都是朋友 我沒有攻擊過民進黨任何一個從政同志 因為我覺得我們都要努力的 就是讓民進黨更好 這是我從政也希望民進黨更好的一個初衷 可是這幾天看下來我覺得 當然過去黨內也有所謂的十一扣 那時候大家也會覺得說 這些十一扣現在變成什麼樣了 當時有這麼可惡嗎 現在想想好像也沒這麼可惡 可是當時黨內的氛圍 也是把小美情說成是中國情啊 人家現在在美國為了台灣 做了這麼多成功的外交 大家都認為說是最好的副總統候選人 那為什麼當時黨內的氛圍會認為小美情是中國情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就知道 這種媒體網路等等的這些帶風向的 效果會讓某些支持者就容易被煽動 那所以到了這些黨員做談會的時候 好像就認為說這樣才是對的 可是我覺得把這些事情這樣子攤出來 好像也會讓其他中間選民年輕人 或是其他比較淺綠的人認為說 難道民進黨現在是這樣嗎 過去還有十一扣 現在只剩王世堅跟高嘉瑜兩個 也就是說還越來越少耶 代表說不一樣聲音的人 從以前到現在怎麼越來越少了 這樣是一個進步的象徵嗎 那當然可能因為我聲量比較大 就是可能我講一句話我就 就是媒體就鋪天蓋地 其他人講可能都沒關係 但是只要是我 從我嘴巴裡講出來的 就很容易成為媒體的標題或是網路等等 大家就每天都要追著我跑喔 所以我是覺得說當然就是說 我自己要檢討就是說 可能講話的時候用詞等等 各方面可能盡量不要去讓大家去 有見縫插針的機會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還是希望說 能夠讓民進黨能夠擴大我們的基本面 或者是說讓年輕人中間選民知道說 民進黨一直在進步 那我覺得從賴副總統 現在要接黨主席禮拜天開始 包括說整個內閣改組的新的氣象開始 民進黨其實正在操 來我問你內閣改組 你前一個背框標題的話 叫做團進團出 那帶團的領隊就是蘇貞昌嘛 所以你這句話被解讀 團進團出就是蘇貞昌帶頭下台總詞嘛 那請問媒體這樣的解讀 跟我本人這樣的理解有沒有落差 沒有落差就是 所以你贊成蘇貞昌內閣改組嘛 對不對 對啊 那內閣改組之後 現在可能有新的成員跟名單 你贊成嗎 目前看起來因為還沒有確定公佈的名單啦 那我覺得當然就是說 蘇貞昌院長喔 他是我們民選這個總統以來 這個歷任最長的一個院長 也代表說 台灣的民眾對他的肯定嗎 他一定是功不可沒 有一定的政績 才能夠歷任這麼久 可是民進黨有這麼多的優秀的人才跟中生代 其實也應該要在這個執政的最後 讓他們有機會能夠歷練 之後能夠再繼續的為民進黨能夠做更多的事 擴大更多民眾的支持 那我覺得現在檯面上的這些中生代的人選 無論如何都是一方之霸 也都是有優秀能力 但是可能沒有機會在行政團隊裡面歷練 那如果這一次有機會讓他們能夠展現 他們過去升得民心的這些政績 然後在這個新的內閣團隊裡面有新的氣象 更能夠接替去傾聽民意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好的方向 那為什麼我會認為我們的內閣要團進團出 因為過去我們在擔任立委的這三年多裡面 當然我也多次提到說有很多對於執政的一些 不管我們所期待的稅制公平 或者是說有一些財經相關的議題啊 公股銀行的這些改革等等的這些問題 如果能夠傾聽民意順應民意的話 我覺得能夠做得更好 但顯然我們執政的態度顯然在某些層面 會讓大家覺得說比較是一意孤行啦 所以我覺得未來是如何能夠更謙卑的傾聽民意 這個就是我們要展現的態度 那過去蘇院長就是非常的霸氣 大家的感受就是說 這是據理力爭 但是有時候其實面對民意代表的質詢 如果能夠更融洽 然後更和緩的理直契合的話 我覺得會讓大家能夠更接手 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團隊的走向 從這個如果是陳建仁接院長 就感覺就是一個和風栩栩 然後溫暖普照的那種感覺 感覺整個團隊就會充滿祥和之情 那這種感覺可能就跟過去的蘇院長不一樣 那賴副總統來接任黨主席的話 那整個改革的氣象也會出來 就是說讓大家知道說黨紀言明 昨天這個賴副總統也特別提到嘛 那所謂的黨紀是針對高嘉瑜嗎 王世堅嗎 還是針對說黨內有一些 從大家過去所認為 如果打著民進黨的旗號 卻是在跟黑金掛鉤 或者是做一些違法亂計的事 那這種當然要用黨紀來處理啊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過去就是說 有一些混沌不明 讓外界覺得質疑的 不管是高端黑金的這個88槍 或者是這個議黨選舉的等等這些問題 現在看起來司法檢調也都動起來嘛 一步一步正在處理中 所以看起來我覺得在清理戰場 往對的方向前進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都是樂觀其成 那我跟世堅大哥 當然我不敢說世堅大哥 他是比我還要資深的民主前輩 那我自己被黨員批 我覺得我自己就是應該要檢討 那世堅大哥他是我們民主的前輩 他從一路從政 包括他的家裡等等的這些 一路為民進黨犧牲奉獻 他有資格可以批評民進黨 我想這個是大家沒有意見的 那我畢竟資歷很淺嘛 是幼幼班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當然就是 多聽少說多唱歌 然後少批評 那我也會檢討 好 仁俊你怎麼觀察民進黨現在的檢討氛圍 我覺得現在檢討氛圍當然處在一個 就是大家還是不知道他們到底在檢討什麼嘛 因為你把焦點放在高嘉瑜跟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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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堅上面去 可是他們兩個是真正造成民進黨 敗選的主因嗎 事實上他們兩個也沒參選 所以我覺得現在 王世堅有喔 王世堅一二六是高票過關 是啊 所以我就想就是說 他們其實並不是造成民進 民眾對於這個這個這個民進黨觀感 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嘛 那我知道民進黨現在一個氛圍 開始是這樣啊 就是說他們沒有把這兩個人當成是戰犯 但他們現在會推一個說法 就是說如果理念不同 那你就離開不用踩著自己同志的屍體往上爬 這是他們現在對兩位的批評嘛 但我覺得對外界來說會感受到一個狀況是 可能高嘉瑜比國民黨還可惡 就是高嘉瑜所講的那些話 某種程度上面跟國民黨罵的是差不多的 但是國民黨可以罵 因為國民黨是政治上的敵人 但是自己的人可能不能講這些話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民眾來講 那因為剛剛嘉瑜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走在路上有很多人 就會給他擁抱或什麼 可是擁抱他的族群到底是民進黨的支持者嗎 還是有一些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這是讓一些民進黨的那一些很深綠的那一些人 是覺得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你看他現在整體的這個氛圍上面來講 當然大家第一個看 剛剛講說是不是把這個戰犯 真正大家認為的戰犯 比如說林志堅 或者是剛剛說點了五個嘛 不知道誰誰誰這樣子 但我就回來看 就是說對林志堅的問題來說 林志堅要被處理到什麼程度 叫做民進黨處理的林志堅 也就他現在敗選了 他也退選了 然後他目前也沒有任何的職務 那大家大概focus就是說 你林志堅當時民進黨說挺他 民進黨的說法是說我挺他去捍衛他的權益 或什麼的 那現在要怎麼樣叫做解決跟處理林志堅的問題 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他沒辦法再往下走 所以他卡在那裡 但有一個變數叫做陳明通 也就是大家剛剛比如說今天會提到就是說 你陳明通那一天在立法院裡面 因為國民黨提了一個案子說 你如果預算要過的話 叫陳明通道歉下台 然後預算才走 那陳明通當然講了一個叫做冤案這件事 我知道大家外界對這件事 會覺得說你陳明通幹嘛沒事 又把這個戰我挑講 我換個角度講好了 就是說他們三個人的論文 尤其現在因為這個余政王採用自訴的方式 其實論文怎麼寫或怎樣 真的他們三個人自己心裡最清楚 那余政王拋了一些 而且他的律師有拋了一些就是說 他們去比對說林志堅跟余政王之間 同樣或類似的地方 那余政王的立場是講說 那個就是林志堅抄他的 這是他單方面的說法 那我知道陳明通他的邏輯是這樣 他覺得有些東西其實是陳明通那邊直接給 就是說比如說你那個什麼 什麼操作性定義或什麼的 其實是老師給你的 而不是你自己寫 但你拿來句子去指控說 你的林志堅就是抄你的 他認為這上面這東西是不是 所以你看那天那個陳明通講了一句話說 他有把一些論文的資料給了曾明忠 還有給了國民黨立委看 他們都知道 所以陳明通講的那句話是很有趣的 他為什麼特別說 我知道其實當時國民黨的立願黨團 有找陳明通去說明 那他有帶了一些資料過去 但重點在於是 你看過嗎 沒有 在座誰看過 就是當大家對這些資料 其實都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就是你可能對你來說 你認為是邏輯是這樣 可是對很多民眾來講 你也沒看過這些 你也不覺得是怎樣 的時候你突然又趴了一個說 他就是個冤案 所以我不能接受 你要我怎麼樣 我不能 我覺得那個對很多民眾來講 他是很難理解的 所以我回來講 就是說我比較這樣勸民進黨 就是說不要覺得按照過去的邏輯來說 只要到總統大選的時候 民眾會比較傾向給民進黨 因為他們其實過去幾次 鐘擺了這樣的概念來說 我能難認為民眾傾向 這個挺賴清德 我能難認為台派在台灣是比較大的派 我能難認為剛剛李正浩之所以 會說民黨有三個包袱 李正浩是很理解政治氛圍的 因為那三個包袱 真正卡死的要買單的人是賴清德 所以李正浩才會點民民黨 黨內的三大包袱 就是說在台灣統派的市場很小 其實國民黨的統派壓力 事實上不是大盤 是一個相對小的盤 可是中間的盤 我認為他會被錯綜複雜的要素 去干擾他的投票行為 對 但是在過去幾次你們看到 就是說民眾或許在總統大選裡面 給了民進黨 但是在立委的部分也同樣給 那我們回來看的是2024的時候 即使民進黨可能認為好 我賴清德是有這樣一個勝算 那你其他的立委有機會像過去一樣拿到嗎 我認為不會 對 我要講的重點其實是這一個 就是說你看到過去的盤是 我今天贏我就這個都拿走 但你現在如果看這整體的氛圍上面來說 我覺得剛才踢爆另外踢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行政部門在過去的那一段 大段時間是這樣的時候 那很多民眾其實會回來思考的是 那我給你立法院的絕對多數的意義在哪裡 如果我沒有任何的意義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裡面 給你那麼大的一個權力 所以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講 他現在回來看的是賴清德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他怎麼樣說好即使民眾可能比較喜歡你 那然後呢我喜歡你不代表我願意給你其他的人 就是這個分裂投票的情況 很有可能在接下來這個狀況 它是會發生的嗎 我認為會發生而且很複雜 我請教文杰議員 民進黨到底怎麼面對自己的政治上的失敗 跟選戰的失敗 我覺得民進黨的檢討很多是對自己人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在我們的 一般前一陣子不是大家很多在說 什麼民進黨的這個檢討報告寫的很怎麼樣 其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是有兩份報告 一份報告是給中常委 給中常委看的 一份報告是給媒體看的 那當然給中常委看的 還有更更內部的 我們大家心裡都知道 我們會對於這個群情勢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會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們從來不會說 這一次選舉是哪一個人害的 譬如說林家龍這次輸四十幾萬票 我能夠說是誰害的嗎 沒辦法 我不能夠說是林志堅害的 因為林志堅的論文 它會影響得到林家龍輸四十五萬票 不可能嗎 不可能嗎 所以我覺得說對林志堅來講 就是說他的落選已經是一個 對他的一個懲罰 那應該是說退選已經是對他的一個懲罰 他現在也沒有任何檔資 那他現在的問題就是那個新竹棒球場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新竹棒球場的事情是 我認為是刻意扭曲了 因為我們台北剛剛這個 人俊有講到我們台北市北義中心 到現在還沒驗收完 還有八項缺食零零種種 最近我才看到說他要把一千五百個座位 改成一千三百個還在改 但是他有沒有舉辦過活動 有嘛 所以在公共工程裡面 很多的就是說我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然後因為我臨時要舉辦一個大型活動 我要譬如說我們世大運的時候就是這樣 那個游泳池跟籃球場都是這樣 那我臨時要舉辦一個活動 那我就先用 先用 用完以後但是還沒有驗收 要跟廠商把這個條約講好 還沒有驗收 然後我在用的過程之中發現的問題 我還是可以叫你廠商來改善 我覺得這個在台灣的公共工程是非常非常多 梁文貴我打個岔 就是因為世大運這樣用 所以郝隆斌下台走人拜拜了 郝隆斌連選一個立委都會拜運 過去台北市長都是超級政治明星 我講的是柯文哲時代的事態 好 那柯文哲也一樣下台了就拜拜了 而且我也不認為柯文哲還有其他的政治能量 去入主總統 我也認為高宏安現在的政治動作跟戰略 也跟柯文哲一模一樣 而柯文哲的戰略是發生在2014年以後 特別是他這個任職之後的2015年 所以我非常清楚的記得2015年有非常長的一段時間的議題都是 台北市五大弊案 是啊 那個標題叫五大弊案 好那我們來討論當時的政治攻防 所謂五大弊案 最後就是讓馬英九執政末年亂象更亂 然後馬英九的國民黨就被政權輪替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民進黨因此受惠國民黨大崩盤 所以2014年的選舉有了一個史上新高超過預期的結果 而那個結果造成鄭文燦跟林志堅有機會執政 鄭文燦跟林志堅事先都不知道原來自己會勝選 那你不能說同樣一件事情發生在對你們有利的時候 你們全盤接受現在對你們沒利了 我跟你講都是別人的錯 不是那個林管你剛才講的那些效應我都知道 因為柯文哲當年做的這些事情 所以間接讓民進黨受惠 他當然也影響了國民黨的政情 也影響了民進黨的政情 他同時兩邊都有影響 沒有錯嘛所以高超現在做的事情 他絕對是傷害到民進黨的整體 打新竹市的棒球場 他就是傷害到民進黨的形象 也傷害到民進黨的總統選舉嘛 他當然對國民黨有利嘛 所以他們是在複製2014指 是有利的方向不一樣嘛 對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我不會把它等閒視之 但是因為我不是在新竹市嘛 我拿不到資料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的新竹市議員 都能夠跳出來作戰 這個是很重要的啦 好啦 梁文姐還算有危機意識 當然啊 只是說我們 我們在檢討的時候 真的 在檢討的時候 不會說哪一個人是戰犯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說誰應該負責 真正誰應該負責 我們都心裡清楚啦 但是作為同志 你就是不會說出這些話來啦 好 那我請教易福 你怎麼觀察藍綠各自的氛圍 確實喔 民進黨跌倒喔 很有可能相對受惠的是國民黨 你怎麼觀察政治的攻防 沒有 現在就是 你從過去意義上都是這樣嘛 你的勝選執政是奠基於對方政黨太爛 那當然你現在 國民黨會相對於民進黨 那民進黨現在就是紛爭過程中嘛 那你說選前的時候 大家都在討論你失敗的原因嘛 選後的時候當然 報告裡面我就覺得很奇怪 剛才文姐有講嘛 一副給黨內看 一副給媒體看 給媒體看的你既然讓大家化然 這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嘛 你不覺得給媒體看的媒體寫出來 人民就都對 你們就是錯在這裡 你們應該要改進 不是啊 你給媒體的事 他看完了以後就說 你有在檢討嗎 然後你後面的時候陸續你看 選完以後你發生了什麼事 高端的社內憲交易案被查 台南政府議長被查 然後現在就剛才講的 新竹棒球場的事情在查 然後論文案的事情又在訴訟中 你等於說選前的事情選後 都還在波動喔 沒有停喔 就跟股票一樣 就是說這個選後呢 事實上還每個利空一個一個來 還在破底 並沒有停喔 你要知道那個起訴案件的話 你是可能 你可能說我們現在改了一兩項以後 突然台南地檢又有新的進展 或是你高端又有新的進展 然後民進黨又被趴一次 又被趴一次 所以你的事件一直在累積 然後現在我常講說 民進黨裡面事件之外 你一個一個要去處理嘛 但是有兩個指標啊 一個指標叫蘇貞昌 一個叫陳明通啊 你蘇貞昌不換 你看到難道都沒有看最近的 呃滿意度的調查嗎 疊成這樣你不換 剛才鄭浩講說該不該換 應不應該換或會不會換 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九合一選舉是投 呃蔡英文不適任黨主席嗎 嗯 內政都沒有嗎 如果這一個選票 如果只是大家九合一選 議員選市長投的只是 上面蓋的是 蔡英文適不適合黨主席 蓋出來不適合你辭職 OK啊 但鄭這一方面都沒事嗎 完全都沒有任何關係 88槍啊警察 警察大學校長的問題啊 等等一連串的問題 都跟鄭沒關 嗯所以 到最後你蘇貞昌現在到底換不換 為什麼會從前面要換 後面扭轉到可能不換 那你可能不換 那你就接受代價吧 嗯因為 昨天晚上放話是說可能不換 擔心喔壓不住正假 我心裡就在想 蔡英文都掰咖壓不住正假了 還會擔心別人壓不住正假 還是她擔心 蘇貞昌壓不住誰的正假 誰的是賴清德的還是比方說社會大眾輿論的還是類似我陳寗官做為一個台媒的正論主持人的就是她擔心究竟壓不住誰的正假 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2024要選舉嘛 你現在的行政院院長 你要接下來的行政院院長你要面對的是不僅是施政的問題 你還有政治跟選舉的問題 那當然啊 你現在大家都說陳建仁 陳建仁來他並不具有政治性 嗯 那當然陳建仁也沒有做過一個具有統合或去指揮一個這麼大系統的工作 那陳建仁來適合嗎 所以呢 聽說之前有問過了兩個人之一嗎 我們說顧立雄跟陳建仁嘛 有問過顧立雄顧立雄不要嘛 當初是不是想換 聽說元旦假期過後的確是有通知相關人都待命有要換的準備 但誰曉得昨天一夕之間翻過去可能變成不換 可能變成不換 那不換的理由可能就是我們常談的那兩個 大概都沒有積極意願要接 你說現在看完了這一邊就是說你行政院長又不換 好再反過來講 剛才講什麼四大公子也好什麼公子也好 大概潘孟安是不會入閣啦 潘孟安可能是去幫賴清德啦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副院長 副院長看起來好像 剛才創下特別談到副院長的問題 副院長的問題爭鬥得多兇啊 當然我如果是鄭文燦我也要 我如果是林家龍我也要 最大的問題如果你現在告訴人家說敗選 然後還有這麼多事情沒處理 然後又在爭鬥權位 那你告訴我到底在反省什麼 結果一個負責政的人 歷經九合一選舉輸了他還在會 然後你放眼望下去大家又在搶位子 那這個東西我曾經說過 當國民黨敗選的時候應該看看民進黨怎麼起來的 他的民主機制他的怎麼穿草鞋打拼 怎麼跟民意站在一起怎麼去接近民意的 那現在民進黨真的要回過頭來看一下 國民黨怎麼倒的那個過程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就很像在走 國民黨開始倒的那個路徑 而且很像2015年那個時候 就路徑很像 那個路徑很像 那個路徑很像 就是一次選舉輸了以後 換了行政院長什麼 誰管你啊 大家想的是我位子要去卡哪一個位子 當然你要有決心 我就覺得一件事就從頭開始換到尾 大家好好談一談 把派系擺在旁邊 否則有人在放說 要搶那個位子 就說啊蘇貞昌先不滿誰啦 在私底下放話不滿鄭文燦 我想半天鄭文燦又不是要搶蘇貞昌的位置 鄭文燦是富可奎 又不是要搶蘇貞昌 那蘇貞昌是在不爽 鄭文燦什麼 所以你現在到最後你搶位子的過程 在媒體上放話 你不覺得你民進黨現在檢討報告結束以後 大家對檢討報告已經遺忘了 但是後面這麼多事 還有一些內閣上的改組 說實在話 蔡英文大小姐啊 不要三心兩意啊 你不要去對抗民意啊 我覺得你就是順著民意 大家希望換院長 大家希望你改組 我覺得你還是順著民意一點 否則你就看到的是 內部裡面的檢討不足 然後爭鬥開始搶位子開始 對民進黨更傷害 好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